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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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歡迎 我最愛的 微笑台灣記憨 副總編輯李佩書 嗨 嗨 大家好 佩書一出現 就知道 他要帶我們去 遊台灣 而且重要的是 他帶我們 遊台灣的方向 跟方式都很不一樣 所以呢 容我來慎重介紹 每三個月 就要來慎重介紹一次 這是天下雜誌的 微笑台灣 天下雜誌底下的 微笑台灣 他們一季才出一次 也就是說 一年只有四本 為什麼一季才出一次 是因為 他們真的非常認真的 在做每一次的季刊 他們每一次的 這個 做出來的 讓你看到的台灣 你都會覺得天哪 台灣真的有這種地方嗎 真的 我們都很認真的玩 你都很認真的玩 很認真的玩 這工作也太爽了吧 先幫讀者玩過一次 精挑細選之後 我們才抓出來 你們就從年頭玩到年尾 對 他們其實他們玩的時間 都很開心 比較痛苦是解稿的時間 連你都知道 所以這個是 就是 今年的秋季刊嗎 對不對 秋季號 秋季號微笑台灣 來 旅行台灣的 十plus 種方式 就是不只十種方式 一個人的撞遊 一個人的撞遊 這張封面好美 這封面在哪裡 在花蓮那一帶 東海岸 那你會看到 你是用空拍拍的吧 對這是用空拍機拍的 對啊 然後仔細看會發現 有一點愛心的感覺 對啊為什麼 這是訂製漁場的一種 特別的那個方式 我就在想說 超美的 這個愛心很像澎湖的那個 石戶的感覺 石戶 對啊 可是它是 它明明就不是 所以它是訂製漁場 對 但是我在猜它可能 跟石戶的抓魚的方式 可能有點類似 是齁 好 在這個半小時 我強烈的 邀請大家 上YouTube 來看我們的直播 請上YouTube 搜尋飛碟聯播網 你現在看到 就生活同仁會 我跟沛叔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 你如果沒有看到 他們的照片 真的是非常的可惜 因為他們總是拍下了 很多 很美的照片 那你會說 欸我去的時候怎麼沒有這樣 就 你知道有時候 那個 你拍不下來 不代表別人拍不下來 沒有修 沒有修 真的嗎 我才不相信你們照片沒有修 真的 我們記者那個 那個攝影區 就亮大到 它只能直接給我 喔 不然它會很 對它會很久 哇 就比如說像這一張 欸這張好美喔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 正在直播的這個 背板的畫面 這也太美了吧 對啊我跟我想說 哇我的那個背板好漂亮喔 這哪裡 我不能說 喔不是 哈哈 你不能說 在裡面沒有嗎 我是不記得嗎 有有有 我們有寫 它在那個台中的外埔小麥田 然後剛好有那個車隊經過有沒有 喔台東啊 小麥田喔 對台中 台中外埔 台中有小麥田 對它有種那個小麥 我還以為只有 稻田 所以我剛剛就看 它就長得不像稻啊 對啊它就不是 它顏色是更 它是土 深黃色 比那個稻賣的 稻子顏色再深一點 好美喔 這到哪一頁我也沒翻到 奇怪 怎麼難翻 好 所以 然後他們也有這個做出 就是你知道就是畫出來 現在很多農田都有 就是畫出 從空中看會非常漂亮的 所以這裡也有一個很像 那是像什麼呢 像一個 鳳梨嗎 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很美啦 這個現在去一定沒有吧 對現在沒有 就還是要看季節 還是要看季節齁 好 我們來講為什麼這一次要講壯遊 對啊 因為我們在想說 哇我叫台灣也19年了耶 19年前大家不是在那邊蓋張蓋張 然後19年後 我們到底要帶給大家 什麼樣不一樣 就發現說 其實之前我們不是聽很多人去環島嗎 或者是騎單車啊走路啊 可是我會覺得啊 我沒有辦法有一個 這麼完整的時間 去這些地方 那怎麼辦 那其實一個人撞遊 其實我們要講的是 你可以一次去一個點 然後慢慢的累積收集 就像我們待會要講的市場也一樣 你可以去譬如說我去台南的新化 我去逛一個市場 然後再去附近玩一玩 然後你每一次出去就去一個市場 或者是去老闆貨店 他用一個收集的方式 你久了你就會變成一個面向 你可以看到很多台灣很有趣的事情 好 所以你知道我們聽到撞遊 撞遊這詞到底是怎麼來的 撞遊那時候我查的時候 他其實是三百年前在英國的貴族才能有的待遇 就是 真的假的嗎 送那種貴族子弟出去念書完之後 他去看看世界 所以才有了這個撞遊一詞 你知道我真的很愛配書 因為我都會隨便亂問他什麼東西 像這根本就沒有在坊綱裡面 幸好我都回答出來 不是 他怎麼會我做的嗎 我想說我要跟他說 我要問他說 撞遊是什麼意思 他說 我不能告訴你 只要不知道 每次都來這一招 只要不知道就會說我不能告訴你 所以他是從三百多年前英國開始的 對啊 以前是只有貴族子弟才有機會這樣子 因為其實是非常花錢的對不對 非常花錢 可是其實現在在台灣 尤其我們剛剛已經講了 未來一年2021 大家可以預見到的是 大概也是出不了國 真的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好好的把台灣 玩一玩 而且他算是一種深度旅遊 對真的是深度在深度 好那你們這一次的一個人的撞遊 你們選了哪些地方 一定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其實有那種很氣勢磅礡的 然後也有那種很可愛小型 你可以自己也可以做得到 像譬如說我們就有採訪 麥爵明麥島 他就是在台灣的高山上 撞遊了十八年的人 不是啊他就一直在身上 對啊他就是一直要來來回回 因為他拍那個MIT台灣制 對 然後所以那個有點 那個是算比較難的 對那比較難的 然後還有潛水啊 我們介紹了六個潛點 那但是我們有簡單一點的 像譬如說 我們可以去逛菜市場 我覺得這蠻適合我的 我們就先來講一下 市場撞遊好了 好沒有問題 在這一期的微笑台灣 我每次都跟大家講 我覺得微笑台灣是 非常非常非常適合 收集的雜誌 因為以雜誌來說 大概我們一般來看到 有的時候是一個月一次的 比較多嘛 一個月一本的 那但有時候 那裡面談的東西 它是比較跟時事相關的 所以當你這個 可能過幾個月你在看 或是明年在看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他已經過了那個 因為沒有辦法嘛 他都是講這個最新 跟現在當時的狀況扣的 可是微笑台灣 它是紀刊喔 我覺得它 它不太一樣喔 它真的每一集 你都可以把它收藏下來 因為 你絕對玩不玩的 我跟大家講 所以它就是一本工具書 但它又不像書那麼厚 而且它幫你精挑戲 選薄薄的一本雜誌 我現在是在賣雜誌嗎 我好愛你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次的 2020年的微笑季刊的 秋天的 你們叫秋季號 47頁 市場撞遊 我們來哪裡 我們先來到這個 台南的新話 不過我一定要先 介紹這個節目 我覺得這個節目太有趣 我其實是從粉絲 然後私心就想說 好那我要採訪他 喔 對 所以我那時候是看了這個節目叫 我在市場待了一整天 這什麼節目啊 前陣子就是逛菜市場的節目 喔真的喔 對 很有趣喔 我每次就是跟著這個節目去逛 逛一個很道地的菜市場 太有趣了 然後他這次也獲得了金鐘獎 也有得了獎項 哇太棒了太棒了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想說 我要去採訪節目製作人 我想知道他到底是怎麼樣拍的 因為你知道 托尼你也知道 我們就是當記者 不是會有一些 想要取材的方向嗎 嗯 那我們也很怕跟大家都一樣 嗯 可是就發現說 欸這個節目好特別 他可以找到我 自己都不知道的角度 嗯 然後看到一些很 例如 道地的事情 例如說你知道他去 逛岩城的時候 我就想說他應該會找誰誰誰吧 就沒有欸 他就是找一些 真的是市井小民 然後住在裡面很久的人 喔 然後他可以帶大家去那個 岩城的市場的樓上 看那個很窄很窄 然後整個是建築的圈關 那是哪一位現在我們畫面上 左邊的那一位 就是拿著 拿著手上拿著相機 相機 對對對 他看起來很可愛捏 劉志雄製作人 喔 所以他的這個節目 你看了之後 因為你從這個忠實觀眾 對 所以你們就跟著他的角度對不對 沒錯 然後你就去找了這個 在我們這一次微笑 微笑台灣市企業的市場撞油 第一個我看到的是新化老灘 對 嗯 新化在台南啊 很漂亮 而且他那個 一條 一條的就像是那個 巴洛克市的 洋樓建築 嗯 然後那一次就是去採訪他 才知道說 哇他一個市場 喔好漂亮喔 對啊是不是 欸好漂亮喔 喔 這個是這個是重建過後的吧 大家知道我們現在看到是 呃 佩叔他們拍的一張照片 這就是新化市場 對新化市場 他就是很像是 可能四五十年 民國四五十年的那種 才會出現的場景有沒有 對對就是一排 一排 但這一定是另外重建的啦 我覺得他有在修復 就是他那個立面有在做修復 對他是巴洛克市的洋樓 呃一排過去 對 然後當然就是有各自自己的這個 這個招牌 嗯 這個商家的招牌 對 看起來好有感覺喔 對啊很有趣 而且你在裡面就會看到一些 阿伯是賣那個雜貨的 或者是阿嬤在直接銷那個竹筍給你 嗯 而且那個竹筍都這麼大喔 那不是應該是只有南部才看得到吧 喔 我現在知道了 因為一講大家就開始說 就是他金鐘得獎的時候 講超久的 就是他嗎 對 壞費罵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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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段就跳過 但是這個節目本身是非常好的 哇我們看到這個 爺爺 對 他是賣 賣蔥薑 蔥跟薑跟蒜 但是我問你喔 嗯 比如說賣蔥薑蒜也沒什麼了不起啊 嗯 每個市場都有啊 對 但他們的角度 或是你們的角度 你們是建議大家怎麼去看 人文的部分嗎 喔 真的你真的問的太好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在聊說 欸你要怎麼逛菜市場這件事情 他們其實在那邊待非常久 然後他會站在那個攤子旁邊看 就發現說欸為什麼譬如說像一個豬肉攤 他怎麼可以排隊排這麼長 後來就發現說那個阿姨 嗯 每一次都會問說 嗯 你要幾個人吃的 嗯 然後你要做什麼菜的 他是為你客製化的 喔 怎麼這麼好 對啊 譬如說我要來做烤的松阪豬 他就知道要給你什麼樣的肉 譬如說我要露推口 他是可以為你完全定製 然後他就會知道說那個口感怎麼樣會比較好 欸台北的傳統市場是這樣嗎 因為我比較少去傳統市場買菜 因為你知道我們這種職業婦女 對啊 回家的時候能夠去買菜大概都是 就很晚了 就是那個在接小孩前的十分鐘 對 然後就隨便買一買 都大概都在超市 嗯 現在台北市場也會這樣嗎 也可以跟你說 嗯 就你要買東西他也會這樣問你嗎 還是說真的是這些地方 我覺得真的是要看各個地方 這些地方比較有人情味一點 也是 可是我覺得台北也是有 也是有 對 因為我每次去那個雙聯市場的時候 嗯 他就有一個我去買雞肉 他說妹妹你還來啊 嗯 他都叫我妹妹 嗯 很會做生意很會做生意 沒有然後他就會知道 立刻買一打雞回家 立刻買一打雞回家 哈哈哈哈 對也會啦 就是說尤其是那種 呃 你就會看哪一些攤子有特別的生意好 對 他一定有他特別的地方 原因 對 然後這邊有寫說發現高手在身邊 嗯真的 是怎麼樣 那時候他們去了澎湖的北城市場 嗯 北城市場呢就是賣很多魚嘛 那你也知道說哇 澎湖就是漁獲最多 可是他們逛了幾天之後 就有人毛醉自己 他說 有一個阿伯就說 來來來你看我的手機啊 嗯 然後就滑滑滑的之後 就發現說哇 他相簿裡面全部都是魚的照片 哦 然後買魚日記 哦 那譬如說今天買的是恰髒 明天買的是 譬如說黑條這樣子 然後他就告訴你怎麼煮 然後他就帶你去逛菜市場 嗯 他們就在講說哇 菜市場就是江湖啊 對 裡面人人都是高手 嗯 那你們還特別提到一個 逛菜市場也是有技巧的 對不對 那剛剛就是講到你這個東西 那如果說今天我們要進去的話 你覺得我們要怎麼看 因為大家去菜市場就是去買菜 不過有些人真的是去逛市場 對真的是去逛 那可以怎麼從哪些角度看呢 我其實覺得每一次我去菜市場 我會發現說每個地方的菜市場 他一定都是賣當地的特產 這件事光這件事就很有趣 你會發現說欸並不是說斗六市場 跟台北市場賣的東西會一樣 哦 對或者是斗六市場跟宜蘭市場也會不一樣 因為當時的產地跟產機會不一樣 嗯 對然後再來我覺得就是要找一些老攤 然後我覺得有一些老闆娘或老闆 他會把那個 呃佈置的很漂亮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人應該不簡單 有一點故事就可以聊 像你看我們看到這個 對我看到那個就是有一個是 新化這邊的一個零百發商店 對 還有旁邊有一個這個是天福樂嗎 嗯 還是樂福天 我不知道從左念到右還是從念那樣 應該是天福樂 天福樂 欸這兩家看起來很特別 有沒有那種很古早的感覺 很古早的感覺 嗯 他們到底是賣什麼 其實就雜貨嘛 對就雜貨 像那個零百發商店他就賣 譬如說那個要穿去水田的鞋啊 然後幫幫打蚊帳啊什麼的 雨鞋 水田鞋 對 還有遮羊群 蚊帳 然後你看他的那個 雨傘都排得好好喔 對啊就掛在上面 嗯 雨傘就掛在他零百發商店的那個 扛棒的下面 對 好有意思 他有一個製成一個美感 真的製成一個美感 我覺得他我覺得他很有藝術耶 就是你 有時候你去五金行 或是一般的那種商店 你就會覺得天哪怎麼那麼亂 對不對 但這裡看起來很好看 好 所以這是市場壯遊 另外還有一個冷 老雜撞遊 這是什麼 老雜貨店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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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雜貨店如果不趕快記錄下來 它消失的比北極熊還快 真的 他那時候就帶著他兩歲的小朋友耶 嗯 就是他們一家三口就去拜訪了全台大概有四十間的老雜貨店 嗯 而且上次黃國珍老師教我們閱讀素養的說其實北極熊沒有要消失 哈哈哈哈 嗯 對所以雜貨店倒是真的現在好難看 倒是真的在消失 所以說的就是這一隊他們是夫妻嗎還是 噢 對對對 心儀跟國翔 噢 然後心儀就是負責文字 國翔就是剛好可以攝影 哇 嗯 欸為什麼我覺得還好耶還好台灣有這些人 對真的 要是都是像我這種人 不會 哈哈哈哈 我知道 我至少有個功能就是把他們 心心苦苦 宣傳出去 對留下來的東西宣傳 對這個好重要 樹葉有專攻 我就是適合坐在這邊講給大家聽 嗯 欸所以這個他們跑了跑了幾家 四十家 我看到四十家台灣的雜貨店 對全台的四十家 哇 其實還他一直都覺得還不夠 但是他 畢竟還是要趕快做一些收容 所以他紀錄了大概有三十七家在他的書裡面 噢 老雜之最 所以你們也有跟了他們 你們是跟他們去 我看是去新竹這邊對不對 我們 新竹關係 噢沒有沒有那個就是 這都是他們提供的照片 他們提供的照片 對 噢所以我有看到 這邊 好 然後很好玩喔 因為他那時候小朋友才兩歲 那如果在採訪的時候 不是小孩就沒有事情做嗎 對 所以阿嬤看了不甘 你知道就是那個 雜貨店老闆娘 就說啊不然你來陪我的孫子玩 結果他們採訪完的時候 他兒子已經被餵飽了 噢 就是這麼有人情味的 一些小店很可愛 而且小孩其實會很愛去雜貨店 嗯 因為就是那種雜貨店 你看現在 現在在台北的雜貨店 都要在老街 對 然後他也不是真的以前的雜貨店 不是真的老雜貨店 他們 他們 他們不是真的 他們是仿茂的 哈哈 就是一點點有沒有 弄得很像古早味 噢 然後呢堆了一大堆小孩玩的 什麼彈珠汽水啦 戳戳樂啊 那種東西 但其實這些 你們在書上有選出老雜之罪 喔對 這個要推薦給大家 對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我們就請佩叔跟我們講 他們精選出五家老雜貨店 最怎樣怎樣怎樣的 最怎樣怎樣怎樣的 等一下回來我們再請佩叔跟我們說 好 懷舊雜貨店 彈珠汽水真的很難喝啊 你們不覺得嗎 為甚麼 為了那個第一次的快感 然後就要喝完一整天 然後為了想要那個 上次你知道我女兒之前就是去老街 就要買彈 小的時候就買彈珠汽水 我說可能很難喝 他說可能他要彈珠 我說那我幫你買一包彈珠就好了 你為甚麼一定要買一個喝起來 可是你看年齡女兒就是這個 已經是這個年代的小朋友 他還是對那個很有興趣 他們沒有想要喝啊 他們就只是想要彈珠 他們想要砰下去 那一瞬間的快感 要拿那顆彈珠 我也是 然後那個汽水他們就說 媽媽你幫我們喝掉這樣 那我並不想喝 那麼難喝 難喝死了 其實台北 台北也是有啦 但是就是真的就是很 很很很 就是新的 沒有沒有沒有 有一些很簡陋的雜貨點 小的 對就是悠悠暗暗的 你就也不會很想要進去 就跟你們就是你們拍的這個 這幾間不太一樣 他那時候就有說就是 最藤孫你剛講過 對對對 最漂亮 最代代相傳 最藤孫 最傳奇 最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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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喔 90歲了 他老闆嗎 對 老闆 對 但是你知道他們好像有說有一些 不是在這邊的 他有一些之前 還有在回去的 就有阿公 因為年紀太大到100歲就走了 那雜貨店還在嗎 雜貨店還在 雜貨店還在 就等於譬如說那個女兒街這樣子 喔 那還不錯耶 對 幸好還有人街 沒有就關起來了 我想問這些雜貨店 就是生意到底好不好 可是我想說這個可能都是自己的房子 當然啦 就是做興趣 對對對 交朋友的 跟你還是得進貨啊 也是齁 阿如果沒有很多人來買 你還是有那個囤貨的壓力啊 嗯 好神奇喔 控管不容易耶 現在到底誰去殘貨店買東西 不過他們 可是我覺得他們因為都是在偏鄉 所以他們有一點也是取代就是Seven的功能 你們真的很無聊 讚 蛋豬汽水其實比較不甜 我喜歡的沒有 他有一種很怪 對就是那個冰淇淋口味很噁心 啊 那個我很我覺得很很噁心 超噁心的 現在是塑膠瓶 有塑膠瓶有玻璃瓶吧 對啊 對啊我就是覺得那是化學味 你們說的那個冰淇淋口味 我覺得冰淇淋口味真的是一種很詭異的口味 你知道之前我們去台中還是哪裡玩的時候 然後就是有看那種什麼在地的老店冰店 對 然後他們就那個就是就是那種冰冰淇淋 嗯 就是他們那個最最最賣的最好熱賣口味的冰淇淋 我吃一口我都覺得 驚呆 不是他就是很很濃的香精味 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香檳味 大家知道香檳味的口味的冰淇淋嗎 如果你們是那裡的人一定知道我在講 講那個香檳口味冰淇淋 然後放到什麼茶裡面 超噁心 麥超好 9.53分 歡迎回到生活童樂會 來聽首 哇 許光漢的歌曲別再想見我 這算是眼而優則唱嗎 反正偶像唱什麼連什麼大家都買單 聽說唱得不錯 等一下來聽聽看 然後呢 我們要來講一下五家被你們評選出的老雜之最 第一間是最漂亮 對最漂亮 在哪裡 我覺得這真的很了不起 我以前都覺得那個茶貨店應該都是有錢人開的吧 不然怎麼這麼漂亮 因為都他們自己的啊 的房子 不是這一間喔 不是這一間喔 老雜之最的最漂亮不是這一間 你看能不能幫我換到那一個圖 好 你說這個最漂亮在哪裡 但是我先 哎呦好 那個老雜之最漂亮我們把它推薦是屏東內埔的昆鞋聖商店 昆鞋聖商店 對 它那個立面就有點像是巴洛克斯建築 嗯 一個立面 一直磨到你的麥 好好好 來 所以 這些巴洛克斯的建築喔 真的讓我覺得很懷疑 對 他們到底是從什麼時候留下來的 而且你知道它很神奇的是上面還有英文的拼音 喔 就知道那時候這樣的方式已經是很摩登了 真的是 真的是那時候 那時候是真的是非常的Fashion 對而且它那是在客家莊裡面 所以是非常漂亮 最漂亮是屏東內埔的昆鞋聖商店 嗯 來 最代代相傳 這個我也是嚇到 居然是在苗栗的通宵 欸 通宵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有點靠海邊的那個小鎮 對啊 它有一個松盛商行 嗯 松盛商行這個商店看起來外表雖然不起眼 但是它居然老闆可以拿出道光年間 清朝道光年間的契約 然後它就證明了自己的這個這家老闆貨店是170年的歷史 已經傳承了六代 對 哇塞 道光年間啊 大家你知道就是出現在歷史課本上的東西 對 就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去通宵可以去拜訪看看 再來 最疼孫 就是你剛剛說的 這是在台中大理老街上的陽勝昌商店 對 再來最傳奇 也是在屏東欸 嗯 在屏東的新皮鄉 嗯 你知道他那個老闆真的很特別 他曾 他過去是在維也納 經營了大半輩子的餐餐館 對 然後到了六十幾歲的時候才回到台灣 然後回到他的家鄉新皮這邊 開一家 就是服務30戶人家的雜貨店 天啊 他們這個地方只有30幾戶人家 然後他就在這裡開了一個雜貨店 叫玉環商店 對玉環商店 而且在一棵大樹下面 嗯 很可愛 欸我覺得好感人喔 我想哭了耶 剛剛其實我們那個菜市場也有一件事情 讓我很想哭 就是他裡面有講到那個台中東市的山上 對 然後你知道那個山上其實也沒有菜市場 所以他們靠的是菜車 就一台那種發財車把所有的罐頭啊 然後新鮮的菜跟釣的豬肉就載上去買 結果爸爸就生病了 所以兒子想說那我幫他代班幾天 但是他可能後來沒有那麼快好 所以就是想 兒子就想說那要不要就先休息 對 然後呢 然後呢 沒想到他就說可是如果你沒有去的話 阿嬤沒有菜可以買 所以 他兒子就決定說好那我以後就是每天都是開車上山 就為了要服務那個鄉親 好感人喔 我覺得這真的是台灣很棒的人請問 你有寫在裡面嗎 有有有在菜市場那邊有寫 還有一間沒講到最多故事 這是在哪裡 在基隆 基隆的碼頭新村有一個國際商店 基隆其實應該還有一些甘馬店 對啊 對 碼頭新村有一家國際商店 對 因為老闆十五歲從軍 打過國共內戰 他根本就活歷史 九十幾歲的人生就像一本大書 嗯 馬老大 一馬就是要好好照顧自己 我們希望可以那個 下次要去拜訪你 對啊 基隆 嗯 阿你去他要跟你聊天嗎 會啊 你知道老人家都特別喜歡跟客人聊天 所以其實去雜貨店 我們都是去聊天的嗎 我們其實可以把它當成那個行動補給商店 因為你知道你去偏鄉沒有那個什麼Saven 你就去那個老雜貨店就對了 而且還可以順便問他一些旅遊資訊 這些雜貨店 基本上其實都沒有要以雜貨店賴以為生吧 對 我覺得他們是來開店交朋友的 好 非常謝謝佩叔 然後強烈推薦大家 每一期的微笑台灣都要買下來 因為他們很認真在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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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